美國國務院星期二表示 對中國維權律師蒲治強被處以有期徒刑三年 換刑三年的判決是感到不安 美國國務院還表示 律師應該是受到政府的接納 而不是被看作為敵人 美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 特魯多10月22日在禮行記者會上就是這樣 特魯多表示 美國歡迎中國著名的辯護律師蒲治強獲釋的消息 但是在蒲治強被拘押19個月後 他因煽動民族仇恨以及尋釁滋事 這些模糊的指控被定罪 被處以有期徒刑三年的換刑判決 美方對此感到不安 美方敦促中國當局立即無條件撤銷對蒲治強的有罪判決 蒲治強是一名有勇氣的辯護律師 他曾經為增強中國法治所做的工作為世界供應 好像蒲治強這樣的公民社會領袖 應該是被允許為建設繁榮穩定的中國作出貢獻 特魯多還表示 美方仍然是對那些以和平方式質疑中國官方政策 亦是做法的公益律師、網絡活動家、記者、宗教領袖等人士 受到的大規模的逮捕亦是拘押感到擔憂 美國認為他們應該是作為夥伴而受到政府的接納 而不是被看作為政府的敵人 美國方面繼續呼籲中國維護基本的公民權利 維護在中國憲法及國際人權承諾當中寫入的公平審判承諾 美國方面的公平審判承諾 美國方面的公平審判承諾 運動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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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